好啊 好啊 今天已經很快就來到第27日了 我們一起讀一節的經文 在《勞家福音》第10章第2節 其實是主就對他們說 要收的莊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家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家 聖經是說收的莊家 就是說耶穌要拯救的人很多 但是沒有人出去 把這個好消息說給他們聽 所以求主打發更多的人 來把神的福音帶到裡面 今天我們代討的對象 大家就看到了 就是緬甸的潘泰人 究竟緬甸的潘泰人是什麼人呢 就是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你要為他們祈禱 你一定要先先知道他們在哪裡 是不是 還有是什麼人來的呢 這樣我們才可以更加親切的 為他們來祈禱 那先先大家可不可以用一下你的想像力 我們就看一下緬甸在哪裡 現在這個世界好像有七個大洲 那大洲裡面最大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熟悉的亞洲 Asia 它面積是最大 人口也是最多的 那因為它很多 就是很大 所以我們就把它分一塊塊 那大家經常都聽到就是什麼 東南亞 東南亞 那東南亞在哪裡呢 就是在亞洲的右下角 就是東南 是不是東南的那顆球 就是我們看過地圖的話 就是我們的右下角那裡 好了 那大家縮小的範圍了 由亞洲 我們現在去到東南亞 South East Asia 東南亞這個地方 好了 這個地方仔之後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 在西北部 就是在東南亞的左上角度 那就是緬甸就在那裡了 那你說完之後 都不知道在哪裡 簡單來講 你看看現在是緬甸 那在緬甸的西邊 就是我們看的左邊 就是印度 孟加拉那些地方 OK 在緬甸的右邊 就是我們 東邊 就是我們的右手邊 看上去 就是中國 遼國 泰國 大家有些印象了 現在緬甸就在這些國家的中間這樣走 那緬甸呢 其實它 十個人裡面 有九個人左右 就是信佛教的 所以緬甸主要就是信佛教的 不過今天我不是跟你說緬甸人 我今天跟大家去分享那個就是緬甸裡面的潘泰人 剛才我們看到文章裡面 它也有寫 是不是 大家先看 第三段到 它說 目前呢 大約有三至五萬的潘泰人 居住在緬甸的北部 所以我想一下 在緬甸的北部裡面 就有一堆人住了 它的名字就叫做潘泰人 原來很有趣 那些潘泰人 其實他們不是叫自己做潘泰人的 是那些緬甸人叫他們 叫他們 你們是潘泰人 這樣叫他們 它這幫呢 原來就是 在緬甸北部 是信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The Muslim 就是他們緬甸叫這些人 這幫你信伊斯蘭教的人 我們就叫你的名字 叫你的名字就叫潘泰人 所以大家知道 他們是叫他們潘泰人 那那些潘泰人叫自己是什麼呢 那究竟他是誰呢 我呢 看了之後 發覺我都真的很驚訝 原來那些潘泰人 是胡族 是我們所謂的那些小數民族 叫做胡族人 來回個回 胡族人 大家想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有趣 突然間有些胡族人在那裡 又信伊斯蘭教的 這麼有趣呢 那我又看看一下 給大家一些歷史 好嗎 大家留心聽 原來在唐朝那時候 我們那些 就是我們中國已經很發達 很多的船隻 海路 很多來往的 那時候原來 阿拉伯人 和波斯 很多的人 就過來我們中國 來做生意 那所以這些人 來來來去 就在廣州 杭州 那些地方 就登陸了 那你也知道 住在那裡 那你很自然就會 認識一些 漢人 中國我們叫漢族 漢人 然後可能結婚 生孩子 那些 那一開始就變成 就好像我們所謂的 雜種 不同的種族 一起結婚的那些 原來以前 我們經常都叫做 三番 或者是三番 那就是這一類的人 那所以這些人 慢慢他們就 在唐朝 已經開始有了 那然後呢 在我們所謂的 元朝 唐宋 元明清 是不是 元朝那時候呢 他們一走在一起 走在一起 越來越多人 那我們就叫做 好像叫做 少數的民族 就是他們一個 一個族類 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元族 從那時候開始了 那這些人呢 走走走走 我們就堆了一堆 跟著他們去到哪裏呢 那在中國裏面呢 他們就去了雲南 在雲南的地區 那開始呢 他們就在那裏做生意了 那然後呢 在清朝那時候呢 這些雲南的回族人呢 過去隔離嘛 因為緬甸在隔離嘛 就開始過隔離來做生意 那所以有一堆人就過去了 好了 那原來呢 就在大約在十九世紀中間 原來在清朝晚期那時候呢 發生了 在緬甸呢 不是在雲南 對不起 在雲南裏面呢 發生了一個很大的爭戰 那大家如果喜歡文學 就是歷史的話呢 就知道了 一個叫做杜汶秀 那些人呢 他領導那些狐族的人呢 來做反叛 就是來到 來到 就是要抗拒那時候的政治 那但是呢 就失敗了 就是這樣 你逢親失敗了之後呢 那些人就會被人殺的了 是不是 那你要走路了 那所以呢 這個報民秀呢 就帶著那幫狐族的人呢 一路這樣就走 最近就走了去緬甸了 那所以呢 是由雲南去到緬甸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突然間緬甸呢 就發覺越來越多 這一類的種族的人 那而因為 他們最先呢 是因為是由 是跟阿拉伯 波斯的人 來到 是通婚的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變成呢 就是他們都是信 這個的 伊斯蘭教 所以呢 它都是穆斯林 好了 那大家對於這個認識了之後呢 就知道 哦 為什麼突然間有一幫 叫做潘泰人 在這個緬甸的地方呢 其實呢 就是我們所熟悉的 胡族 胡族人在那裡 那麼我們看到最後 在文章裡面呢 是不是最後 我們看到說 目前為止 潘泰人當中 是沒有什麼福音的工作 那原因都是因為 他們是穆斯林 是不是 就是我們是 中國裡面 都沒有很少是關顧到 這個是 穆斯林 他們的需要 那樣 那我們就是 現在知道了 我們今天呢 代討的對象是哪一個呢 就是 胡族 胡族 是的 就是在很久以前 在唐朝開始 一班的人 就是變成的胡族 一路由雲南 一路去到緬甸 我們要為祈禱 這樣 好了 今天呢 我們看到討報的重點 好不好 那我們怎樣為 這一班的潘泰人 祈禱呢 那 我也很想我們 續行好不好 我續行 然後大家呢 可以用半分鐘的時間 都為這些需要 來祈禱一下 那第一呢 我們就是 這裡說 祈禱 神是呼召 工人 來到服侍這些 潘泰人 幫助他們 找到 進入緬甸人 和 潘泰人的 社區 途徑 所以我們 我們 我們祈禱 求神 用不知什麼方法 可以 有些信主的 我們基督徒 能夠去到他們當中 那可能是用 他們的 做生意 很多生意 做生意的基督徒 可以去到當中 和他們做生意 那慢慢呢 就把這個福音 帶給他們 那我們一起 我們在心裏面 自己祈禱 半分鐘 好 我们接着就为我们第二项的祈祷 是为求神预备这些潘泰人的心 让神的话语可以落在好的土地里面 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 所以我们是为神在这帮狐族的人的心里面 让他们能够渴望 知道个真神 让他们能够有个预备的心 我们就一起又是为这件事 我们祈祷一下我们半分钟 感谢观看 我们现在最后到第三项的祷告事项 他说我们祷告这些潘泰人 就是胡族人 可以透过其母语圣经 并且透过有洞察力的耶稣跟随者 就是基督徒 能够见证 并了解神的道 大家看一看的时候 你又觉得这么矛盾 刚才你先说 在潘泰人当中都没有福音工作 突然间又说 又透过什么母语圣经 他们有圣经 其实我都看过一下 他们是一胡族人 本身他们刚才都说 通婚了是跟阿拉伯人 波斯人 所以他们之前很多都是说阿拉伯话 还有波斯文 但是因为在中国时间内 是不是经过几百年 例如唐朝一直下来之后 现在很多都会说汉话 就是会说中文 这些后代是会中文的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在我们这个时代 2022年这个时代的时候 根本就是已经有中文的圣经 有汉文的圣经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这些资源 是可以带到给他们的 那圣经都有 阿拉伯文那些都有 是不是其实根本 所以是圣经来说 是有在这里 我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谁带给他 有谁人将这些圣经带给他们 有谁人愿意 就是去教导他们 解释给他们听 究竟圣经是讲什么呢 这样 所以我现在祈祷就是说 神已经有圣经了 他们可以看到的 可以明白 可以看 但是是需要人 神差派人去到他们 来到 将这些圣经的道理 来教导他们这样 所以我们就唯一的祈祷 求神差派人 带这些圣经进去 跟他们讲 我又给大家一半分钟的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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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